今天我們要說什麼呢 我們就是文無第一 是 主題 文無第一 無無第二 那個我們就不說了 那個叫做understood 文無第一其實就是說無 對嗎 應該是這樣 文無第一這條標題 其實我們就想說無 無無就是文無第一 無無第二 當初我們所了解的就是 因為你知道白學派 譬如我們藍方的拳 師傅當然認為我們藍方的比較厲害 你太極了 以猶濟光 我看你如何以猶濟光 你要我看你如何以猶濟光 我們那些硬拳 那是否因為這樣 門派之爭要有場比武 大家可以看完我們的節目 你可以上網查一下 你會看多一下Fearry King de Plong ゴールイン 勝中的Fearry King de Plong 保留下來 王大便 華麗 前方便 借下 加上 為甚麼 我當我帶你來 在這個上網上 打到這裡 都以這個下網友 影片節目月費計劃,每月月費專享,馬場USB賽事推介 好了,回到最後一節的馬場USB,又繼續有我尤達和遠在美國的知師兄 知師兄,剛才我們剛剛收咪的時候,你說漏了些東西 我給你一個機會繼續說下去,請你繼續 沒錯,因為剛才說起夏季香港的騎店牌照,因為日打師兄一直在說電話 免得插進去,但其實剛才說過馬來拉的問題,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大家當一個馬來拉,現在香港馬來拉是一個電視台 馬來拉是一個收視保證來的,現在這樣走,其實不要說這麼大一件事 我覺得對夏年多多少少,如果電視台的收視率 如果馬場當然是,收入就未知了,可能都沒有所謂 玩一樣是不知誰,但是那個號召力呢 或者那個吸引力,賽事的吸引力 跟現在大家,你想一下,已經什麼馬都跑齊 現在馬都跑到五六七雙了,可以說鬼秘 但是如果兩個人在那裡,這樣鬥這麼精彩 下年大家真的會比較懷念,我相信 還有,我想說有三五七年,你才可以 變成一種孔洞 你下年多多少少,我覺得一定會有些影響 因為你沒有了號召,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肯定會是 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這件事我經常在今晚的節目 就是我沒有機會,因為我是代港的 因為一位前輩,他今晚在這個平台上 我覺得這件事很值得大家出來反思一下 雖然你現在香港馬會有那個牌照部,或者這些委員會 你講那麼多說話來做什麼 我覺得只有白日子彈,沒有什麼特別實際可以做到 說一件事就是,剛才尤達師兄一直交代了這麼多一幾頁之後 總之下年2018至2019年度 外籍加上本地騎士,全包型格外,多少個呢 GC跟大家說,23位,23個而已 即是你一季,由9月跑到6月,只有23個騎士可以用 但是大家是,如果想知道一下,我可以告訴大家 不要說太遠了,70年代未,80年代初有一季 78至79年代一季,由季頭到季尾 在一個騎士網上總共出現過的騎士有多少位 大家猜不猜有多少個? 你繼續說吧 超過60位 大家可以一看,可以這樣去比較 你可以看到這個環境 大家想一下 所以,亦都有一位,是很出名的,麥美的騎士 現在呢,退休則演的了 他是專門在美國的電視面前,去講馬 那麽就呼之欲出了,哪一位,大家不用說 如果有跟開這些馬事的朋友 都已經知道哪一位名長,兩個字 知道,知道,不用說了,知道 這位名長呢,他私底下跟芝士講過 他說現在沒有騎手會去你香港騎馬 真的,這件事是真的,因為為什麼呢 你是現在唯一只有一個高薪養點 叫做生活比較優柔,一個星期跑兩次 又不用周圍去,又不用穿州過省 但是,是只有這件事 如果真的一些騎手是有 即是他有個抱負 他想在自己的career 他真的跑出一些成績的時候 他一定不會來到 因為,再簡單一點 如果你真的想在這個行頭 國際性的,不要說是香港 因為你現在香港本身 你也是其他地方 我剛才說過,十幾二十年前 其他周邊沒有到白布 日本跟你競爭的時候 當人家的街勢就來到 但是現在來說 這個已經是意外 就是說,好的 其實我不如 報到一兩隻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 justify 這些 核政這些 喂 他的馬退休之後 你有一兩個reading rights 馬子可以送給你 那這些就更長遠了 如果真是 所以你說 這麼多客觀人的因素之下 不要再擺這些 大家明白那個 有得是 有70年代未超過60位 到現在由歸頭到歸尾 夏年 說明給你接了23個 那大家已經知道什麼環境了 嗯 實際一些 吸引多些 就是真的 就是 這些東西雙扶雙承 所以我覺得 下年這樣走 真的有影響的 大家下年就會看到的了 所謂那個號召力 這件事真的有影響的 沒有啦 這些根本上你下一季 風水佬騙你十年八年 你現在這樣大執位 你下季即刻已經看到那個影響有幾大了 沒錯 立竿電影的 是啊 即是 剛才我所說 潘頓 潘頓 就造就潘頓一人獨大 但我都說 你陸莫雷拉走了 那他 他那些 他手頭上那些 或者一個支持 那未必 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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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騎士是可以 即是 可以分得到他一杯羹 反而 更加側重 即是 潘頓 可以再 再進一步 那反而我 有一個 反而我有一件事 我就比較有興趣的 就是說 下季 蔡約翰天馬 會被誰殺得多呢 這個我就真是 交給大家自己想 所以 好啦 是啊 真的 基本上你現在 你之前 蔡約翰來香港 以前就是偉達 偉達 偉達就幫他 就是貢獻最多頭碼給偉達 那不然他怎麼做 十三少 然後到現在 莫雷拉 即是 紅霸了幾季 那都是 你看回 你看回 我們那個 騎連合作成績那裡 那裡 最多 供應最多頭碼給他 就是蔡約翰 那你 好話不好聽 你接下來下一季 沒了莫雷拉 那你說誰得益最大 那其實 其實真是 老老實實 下季哪一個 哪一個是冠軍騎士 當然 我覺得潘頓 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爭議的地方 但是就是說 蔡約翰都會有一個 做王者的角色 就是 哪一個 哪一個可以 在蔡約翰手上 給到最多支持 就是蔡約翰給到最多支持 那個 其實某程度上 可以幫到 幫到他可以 迫近潘頓 或者過他頭都不頂 這個 這個就 下季再講 這一次 只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其實 因為 阿拉 就入了醫院 所以 我們 分析那些賽事 真是不好意思 我們 真是 負責做賽事片 那位哥哥 他就做不到 所以 要先跟大家 說聲 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 今次都要 說一場 如果 待會有時間 我們可以多說一場 但是 我們 待會在節目 放重溫出來 給大家看 一些時候 我就會 給大家兩場 參考 但是 我們今次 這一節時間 我們會 先講 第四場 這場 第四場 二班 千八米 為什麼 我剛才 上一節 說 為什麼 又以芝師兄來表演 因為這篇文章 真是很關他事 技術人員 可不可以 將他轉回去 連贏位 那個版面 連贏位置 這個版面 謝謝 這一場 當然 當然 我們都要用這個方法 因為這場 大家可以看到 大熱門 就是 從大摩 走出來 那隻 在羅庫泉 火箭區 當然 沒辦法 因為火箭區 給了潘頓跑 給了潘頓跑 就一定是大熱門 但是 這一場 反而 為什麼 要找芝師兄 在這裡 就是 關於 四號馬 現在這隻四號的輕滑 就是 暫時來講 現在就 5.7倍 芝師兄 你也是第一次 跟我講本地馬 應該是 第一次 因為 以往我們在第二邊 T1T 我們都是 本地 可能是說 國際賽 打比 女王杯 真正一場 普通的班次賽事 應該都是第一次 那 我們為什麼要講呢 為什麼要講這場 就是真的要講這隻輕滑 那 那 不如讓你先講 因為你那邊 你那邊 初出的簡評 真的很大蝙蝠 我想先聽聽你講 芝師兄 你可以先介紹一下 如果以蝙蝠來說 大家有得看 我可以上馬會 就是買個 上馬會 不可以大家看 不過 這隻馬 反而我想講 因為我第一次 見這隻馬 就不在這裏 第一次見這隻馬 也不在某個網站 第一次見這隻馬 就要回到事務所 去年 應該是說 上年 4月16號 至於現在看法 紀錄是2017年的4月16號 當時跑的那一場 叫做努力師任標 那時候還沒叫輕滑 那時候 那個英文名叫 Aki Hero 是啊 就是 我們那時候 在事務所 也叫做張宏晉區 因為他 Aki Hero 有張宏 即是日文是張宏的意思 那一場 就是廢話 他以前是 上一時候廢話 說 處理 這也是很純正 會有臺灣陣營 即是金剛威 才智高 那些 他自己自行培育的 home bread 不過 他就是 又是 因為是大震撼的支持 為什麽呢 不知道要知道 在左翔發展 這幾個星期 因為有隻色蜜戰士 都說過無數次 就是因為 現在 尤其是在歐洲 尤其是在古摩亞陣營 他們發覺 天文堂家的血源 太過濃了 太重量了 他現在不可以再 即是 要開始 外出出去 否則很嚴重 那現在他變成 一歐一美 想找兩個主要的總事去 希望代替到 即是 即是混合了 那些血源 美洲那邊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核症的SKEDADDY 尤其是 他現在過身 是更加 性格差倍 另外 現在在日本 亞洲這邊 他就找這隻大震撼 色蜜戰士 大家見到 察言行 上個禮拜 大家都見到 現在就到這隻 叫做 當時 我第一次見他 跟他另外一隻高多芬 那隻嬌陽迫開 就是SOLOMARIN 在那場奴歷史上 當得很精彩 那場馬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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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不要緊要 一樣都是這樣說 到最後 馬頭馬上降落 差一點點 那場 GZ在視幕上都說過 香港的馬主 真是流心 結果真的有人買回來 這隻 這隻 他 上面的大震撼 大家不用說 下面 他 是 來自 亦都是 Rathai Ma 陣營 其中一個 很出 很上勝的 模型家族 為甚麼 他另外 有一隻叫 金鴻 金鴻 前輩馬 就一定 記得 因為摩加利 拍這隻馬 1981年的 海鮮馬大賽 海鮮馬大賽 GOLD RIVER 金鴻 也是銅柱 那他整個 下線的家庭 有N 馬去到 他可以上 銀魚 這隻很出名的模型 還有他一路數 可以去到 採控爭霸 Rainbow Cranks 也是一隻 很出名的 愛爾蘭大美軍 所以你看到 他上下線 這些 起碼利本人的 銀力 再加上 因為 再有 一些影響 Sunday Science 那些 那些 血緣下去 這隻馬 如果是 香港人說 真是 真是 準給制分子 來的 可以說 很可惜 他是 這些 因為 他是 歐洲馬 他是 歐洲分子 來到 要另外 額外 時候 去 適應 錯過了 今年 四歲系列 但我覺得 這隻馬 如果他有分 出到四歲系列 吸神來說 這隻馬 你說得對 其實 來頭 都 來頭不少 尤其是 阿拉拉 阿拉 特地要我 在這裏提提大家 其實他 他覺得 他覺得 在 離港之前 法國 跑了幾場 其實 不是 贏馬 那兩場 不是贏馬 那三場 吸引 反而就是 巴黎市議會大賽 那場 才是 叫做 最有 最有看頭 雖然那場馬 他跑第二 剛才阿茲師兄 你也補充了 這隻馬 其實來到香港之後 不如我講一下 我來到香港之後 他的備戰 其實這隻馬 他試過一個大閘 貝湯美幫他試了 就是五月尾的時候 這隻馬 當時他就是 跑千二來閘 其實我都看到 他早段 都是有些 速度 可能 也可能新鮮感救 最後 進到直路 他都湧了一段 追上來 輸給 那組閘的頭馬 那隻巡航導彈 就 過來馬位 這批巡航導彈 其實 明天都會出賽 在第八場 所以 大家也可以留意 這隻巡航導彈的走勢 但是 我又不是在這裏 講這隻巡航導彈 但是 你看到 第一次跑千八 問題是否有問題 大不大呢 如果用回 我看日本馬 那些 馬斯那些 鋪牌 很多時候 如果他後面做夠功夫 第一鋪出來跑二千 二千四 都有的 跑得出來都會贏 那這隻馬 高東尼當然不敢太慢 因為 始終來講 這一批真真正正 如果數現在 以往在香港的 日本培育出來的馬匹 那我都可以這樣說 是以這隻輕滑的 那個級數 來頭最厲害 來頭最厲害 級數又最高 質數又 質數也都不頑 那也是背負著 第一批 香港服役的大震撼指示 所以 集合這麽多樣東西 我覺得這隻馬 雖質地都是擺背湯尾跑 但是背湯尾和高東尼 有隻巴基之聲前科 那我覺得這一批 即使他這次是第一批 跑千八 我覺得都有留意必要的 知師兄 剛才日阿又提到這件事 我覺得 因為已經去到這些級數的馬 給知師兄說 這些已經是正確的那些馬 即是在去年來說是七月經典 或者昨天我們見到 剛剛跟英女王贏那隻 叫做換起記憶 是那類馬 因為這些馬 他們是不可以跑得多 所以他競賽生涯 我相信這些馬是 十六七場 所以我不明白 很肯洗本 這樣買過來 因為好像昨天那次換起記憶 我覺得是事無所同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英國可以輸得到六場 在英國 反過來去到美國 因為在加速爛路上 兩里馬上跟你贏出來 這些馬是 輸一場就浪費一場 那幸好 這隻輕鬥 原本會快馬陣營 他叫做好用量衣 出得到六場 即是我坐底 所以我相信他在香港 還有十二三場 玩一下 你說千八 我就絕對不覺得他 因為他始終是 身體科技師的孫 即是千八 二千 最適合他 他一定是有速度 不用擔心 還有 Sorry 你先說完 所以 他已經是最大的問題 他浪費了很多時候 去適應香港的環境 這隻馬是今年好 我認識最應該跑 四歲系列 而沒有機會跑到 現在是最抗追的了 即是我想 如果 國幕下比較 即是叫做 心頭大一點 一定是向國 因為這樣的級數 你不向國際創政軍 是很浪費的 我不知道他浪費多少錢 回來買 不會少錢 可以告訴大家 不會少錢 因為這些馬 我不知道他應該淹了 是呀 淹了 我就是想說這件事 更加 更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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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馬 還要淹了 所以 我覺得他 現在要狂趕 狂趕成績 不是趕工夫 是趕成績 所以 要快 這場馬 我又不敢說 他明天一定贏 或者這些 但你說千萬 我絕對沒有 絕對不擔心 我是說有留意必要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叫你說一定贏 但這隻馬 明顯地 現在大家在螢光幕看到 他在賠率上 在獨贏率上 已經是很明 已經是outright的刺激門 剛才你說的 剛才我想插嘴說 這隻馬 剛才說的條件都說了 但有一個 令到我很outro 亦令到全日本 即是肉馬界 或者日本賽馬界 亦都覺得非常outro 的一件事 就是為什麼這隻馬會淹了 因為其實本身來說 如果你說剛才 阿芝師兄 你說他的父母兩線 父線就不用說 deep impact 已經是 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他母系本身也是一筆 不差的母系 照計其實這隻馬 你就算不淹它 應該長遠計 你跑下去 應該是可以有 有配種價值 絕對有 絕對有配種價值 但就不知為什麼 我不知為什麼 他會選擇去淹 當時我就看回日本的報道 其實他們很多 那些馬迷 或者討論區 都已經 個個都拋 為什麼會淹了 就是deep impact 因為其實如果 你說就算是 以日本來計 你任何deep impact 那些指指 就算是 那些馬 質素很差 你都不會淹 因為到頭來 你拿著那條線 下來 就算你怎樣配種 始終它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市場 比如說你去跑那些地方馬 或者怎樣 它都還可以有些 有些 但就不明白為什麼 可能 高東來想著 這隻馬都是用來跑的 不過這樣說 有一個師兄 這些馬 如果是香港這樣的環境 不淹 是很難處理的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這個一定是真的 在平成上 那就是說 那個問題 你先說一下 你是想它跑 還是想 因為 這件事 都可以看到 原本馬主 即是回馬陣營 他覺得 因為他在頭腦牆 在三歲的時候 兩三歲的時候 他贏到的最好 他就想著這隻馬 在歐洲 他沒有什麼 即是他沒有什麼肉馬市場 即是他很難市場 這隻馬 去成為一隻種馬 所以他不如 趁 忍痛 真的 斬了它 就是這樣 但是我想 但是有一個疑問 就是 我就是一個疑問 大家都不知道 可能有機會 我都要求證 就是說 這隻馬 究竟是來香港之前 就淹了 還是來到香港之後 才淹 那這個 這個 就真的要找到 因為如果你說 即是 如果是 在香港才淹 那剛才你說的 就 就不成立 因為 就不成立 那我們都要 我們都要看回 那個紀錄 但是如果我照看回 馬會 那個 他又沒有說 那我都要再查一下 健康紀錄 那裡 因為現在 那些馬 如果有淹過 那他們是 如果在香港 進行淹過手術的話 那他應該 他會在那個 那裡報告出來 但是還有一件事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 剛才 這隻馬 當然 大家都沒有爭議 一定是 下一季 高東里 一匹 很重要的大賽旗子 這個 就毫無爭議 但是 這隻馬 這隻 Deep Impact 的仔 我剛才 我看一看 這隻馬 如果我看回 他的馬匹 體重 他這些 是比較 小小的 Deep Impact 他只有 一千磅 一千磅 那 真的要看 當然 還有 布告東里 也是很精心 部署 因為他都知道 這隻馬 他如果 一隻出來 他都可能 怕場賽事 沒有捕捉 所以他就放了一隻 非常堅 這隻非常堅 大家如果看 他今季的往績 他都是 一隻 在前面 自造捕捉 在前面放的 馬 為主 那我估計 這次 他放這隻非常堅 都是 都是想 造就 的捕捉 就比一隻輕馬 首個好位 就這樣衝上來 其實這場馬 只有九隻馬 出馬量 就不是那麼多 但是 有很多 其實都是 跑過 跑過 也都是 實力見盡 那我不如 一筆說 阿芝師兄 我現在可以 逐筆說 第一 這筆喜連彩星 這一筆巴黎大賽的 頭馬 來到香港 我覺得 這隻馬 上錯 摘船 跟錯 大佬 今年 越跑越差 完全 跑不回巴黎大賽的水準 還有這隻馬 仍然有 耐屎無病 今次 就 抖抖抖抖 抖到二班 這場馬 掛頭牌 但是九十幾分 我覺得 可能 屠城上 可能正好 但是 這隻馬 都很徘徊 我就看不到 這隻馬 就算他落到第二班 會有什麼奇蹟出現 如果說要拿這隻馬 來截擊 半仗 二號的火箭 我覺得 都是 問水 至於二號 這批火箭 其實拉倉之後 去了羅富泉 那裡 其實羅富泉 都做了很多功夫 亦跳了很多貨 又試了兩個大閘 這隻馬 明顯 越來越穩定 其實上一次 退出 是因為馬房轉倉 才退出 跟健康問題無關 照計 他在這裏 應該都是一批 增性分子 現在賠率都反映出來 還要慢到潘頓 至於三號的年利之星 這批馬 其實今季已經贏了三圓 但是他都是以 比較中短距離 比較出色 跑這個路程千八 四次都未贏過 亦都未上過 我過稍然這匹馬 雖然狀態沒什麼大變化 但始終這個途程 未必適合這隻馬發揮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有十幾倍 藍門就是這樣的情況 輕滑 剛才我們都說了 剛才用了這麼多時間講這匹馬 功夫 其實我覺得 做了很多很多 其實論他的條件 其實在這裏 真的夠贏 我自己也覺得 但是要好看 第一場 第一次在沙田 看看適不適應到場地 和場地的情況 但是這匹馬 應該都是一匹真標分子 太金剛 太金剛 今季又撿了兩圈 其實這些馬 都已經實力見盡 這個路程當然是最有根據的 但是就是說 這次相比上一場 其實上一場 都已經是 開始跑得 我覺得狀態有點回落 就算你說 這裏揹回125 24磅 輕磅一點 但是我覺得今季 我想他還是再跑一下 減一下分 留下季 再起步 至於非常堅 非常堅 我覺得都是一隻 邊線馬 但是我就選不到 那四隻 但是這匹非常堅 這次當然 我覺得對放下何摘堯 他都是 有一個作用 就是說 放在前面放 但是上一場 他也是同樣的情況之下 這樣就輸了 我給仗才 其實仗才 之後再出 他都可以跑到第四 但是這場 上一場馬 實在輸得太遠 可能狀態 就有些回落 我覺得這隻馬 都是幫輕滑 開路 至於勇冠王 勇冠王 勇冠王 其實近幾場 都跑得不錯 雖然 對上那兩場 都是輸 但是 他對著對手 叫做跳出香港 跳出香港 都 已經是一把很好的尺 告訴你 這些馬 二班 還有得上 上一場 就直接 除了跳出香港之外 另外 撼一些幸福分 龍船 龍船股 紅衣 丘進 當然沒有運行 但是這次 這次 對手又不同了 叫做弱一點 這次 也叫做 揹回比較輕 所以這隻馬 我覺得 有些邊線機會 可以撐到 3-3-4-4 如果是三重彩 四重彩 就可以拖 至於比加超 比加超 就很明顯 這隻馬 今季 季初 贏完之後 一路減分 減到84分 如果再輸多 再輸多 一兩場 下季 就可以三班 起步 這些馬 留下季再見 英明神駒 最後 英明神駒 上一場馬 跑王太后盃 又是有些 走勢不太順 輸得 第一場大敗 輸了十幾個馬 之後做的功夫 補補通 都沒什麼 加強操練 但這場馬 又是輕綁 所以 我自己覺得 這隻馬 都是屬於 不是機會分子 所以 這場馬 剛才我都 一口氣 跟你們分析 九隻馬 的情況 我自己的心髓 阿知師兄 一會兒 你可以再補充 我這場 我自己的心髓 我一定是 要一隻輕滑 這隻輕滑 剛才我們都 我們兩個 用了這麼多蝙蝠港 因為 最大的問題 這場馬 有得困的對手 真的不是這麼多 這隻質身馬 賽前也做了這麼多功夫 亦都給你看到 有前有後 再加上 本身這隻馬 是有這樣的class 我覺得 這樣評90分 其實我都覺得 都是一個虛分 我估計這隻馬 前景 就是 幫這個 許細芬先生 應該可以 再創一番 大賽工業 所以這隻馬 還有 這些馬 只有這一次機會 買它 因為 以後就不會再有五十多元 沒錯 所以你買 你無論如何都要 放一次錢 所以 這隻Vintay 就一定沒有手雞 所以這隻 我一定要先扭 接著 我就會拖回 勇冠王 剛才勇冠王 我都說過 這隻馬 其實就是 對上兩場 又是遇到一些 很惡的對手 但這次 你又不會再見到 除了拼滑之後 你又不會再見到 有些跳出香港 幸福分享 在這裏 形勢轉強之下 他應該就可以輪到他惡 至於火箭區 現在大熱門 當然是潘頓效應 但這隻馬 始終來講 就是 他今季 跑完打比之後 其實都 透了一場再出 其實上一次 找賴維銘跑 都是自在 最後 這隻馬 都拉了倉 很明顯看到 羅富全 轉了手之後 他的操練 是有少少不同 這隻馬明顯是 有活力 這裏 雖然 比上一場 多了12磅 但是 他都是背125磅 這隻四歲 質身馬 預期又是回到正常的 二班場合 應該也是可以 三甲地 都要預算 就算是熱門 那最後 我真的冰行險著 選擇了 脫頭脫骨 喜連彩星 因為是最後機會 這隻馬 這隻馬 真的是最後機會 跟錯大佬 我覺得大摩肯定是 鞠鬼氣的 一定 找這隻馬 去截擊半將 剁那隻火箭鞠 所以 鬥志方面 就沒有懷疑 這隻馬 其實換了很多手 很多手騎士去跑 但是好像 齊普敦 騎這匹馬 比較接近一些 撇開那場香港平 就不要計 那場根本就不是路 但是回來 之後他跑回那場 跑回那場二班 又是那些什麼 二班場合 跑回那場 還要跑馬地跑 那場走勢都不頑 樓後衝一段 都是輸給達羅素三 但是大家看著 達羅素 這個中華勝勢 中華勝勢 上個星期 剛剛都贏了 都撿回一場三級賽 所以 這場賽事 這場馬也有些 參考價值 他這個第五 希望他可以 在對手大幅削弱之下 希望可以 跑回似像樣的賽事 所以這一場 我自己 猶達的心碎 就是 四號的輕滑 可以 win play win play 兼頭 七號的勇冠王 二號的火箭區 和一號的喜連賽星 那芝士師兄 你會有什麼心碎呢 這場 都是輕滑 我想提一提 因為幾年前 和這次馬 這次馬很少 芝士電 媽媽都看過 香港也很少 媽媽都是good one 是grade one winner 下快線 所以 拿這次馬來放頭 大家可以想想 多想贏 如果有 師兄 與其他有兩目在身 大家可以想想 這隻馬 她媽媽都不少東西 當年我見過她媽媽 贏 grade one 所以 幾好馬來的 所以看看 即管 另外 非常堅強 可以給大家傳記 如果 現在 那條馬防 4 6 都有 十幾倍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輕話 都是要推介的 你寫了這麼多字 目標不止在這裡 當然是 當然是 但這場 贏了 拿多了750千 明白嗎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這隻馬 身價這麼高 都要先追 但這隻馬 我們剛才都說過 始終這場馬 對手 真的不是太強 所以這隻馬 是唯一機會 可以買到賠率 因為以後這隻馬 永遠不會再有五十多元 這些賠率 可能每次都是鴨子 二十多元 那你就沒有投注價值 就是這樣 至於另外一場心碎 大家記得 看回 稍後 myradio 那個重溫 我們會把另外一場心碎 放在這裡 大家可以參考 今集的時間 就真的過了 尤達先生 最後再加兩句說話 剛剛 JC現在見到 美國方面開始有訊號 就是蔡逸那邊 現在的JUSTIFY 是一檔 一檔 在當地現場 現在打出來 即是money bag 即是叫做money bag 即是一檔 一倍打現金 買一元賠一元 一元賠一元 那隻霸威信 就是五倍 那隻洪福寶 今天我最後有機會說 一上至最後衝得很厲害 就四倍半 大芝士 有一隻心碎 那隻叫歸化居民 小心 真的我覺得今天會是奧利的日子 即是這些貝蒙大賽 近幾年都很流行 開賣了很多很出名的練馬師 遲遲都贏不到這場 終於贏了一次 這次會是奧利 那隻歸化居民 一定是二十倍 十九倍 這場我覺得他會有些機會 還有一件事 這個要嚴正聲明一次 很多朋友想問 GC今天有沒有直播連結之類的東西 我們在事務所 甚至在DIN 或是在MyRadio 我們不會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即是不會有人 和其他地方收了正式的錢 官方給了錢 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放了一些非法的連結 我們不會做的 總之大家留意 在事務所 或者在MyRadio 我們這裏經過的消息 我們會做回我們應該做的 沒錯 有消息會放進去看 但我們絕對這件事 是不會被這些非法連結 因為會影響其他人 這些是好武功德生的事情 絕對沒錯 這個我百分之一千贊同 雖然我都有自己的方式去看 但是我們是不可能 我們是不可能 我們不會做這些事情 沒錯 當然我們會有自己的方式去看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做這件事 還有就是說 這個也是 你做了這些事情的人 你是會影響到其他想播這些 沒錯 的份額 因為如果你個個 好像你們很簡單 如果個個都這樣做 那你美國一落閘 鎖了你香港ISP不給播 那就全部沒得看 那就真是多虧你不少了 Anyway 今集的時間真的過了 我們再一次就要多謝知師兄 其實這幾個星期 真的要很感激你 幫我們講了很多 還有更新大家很多外國的消息 還有記得 知師兄在癲狗馬經的專欄 知師環語脈博 其實他每一次給 知師兄寫的東西都是圖文定謀 亦都是很詳盡 坦白說 我想你在沒有一個地方可以看到 這麼高水準的賽馬消息和論點 所以大家要記得支持我們癲狗馬經 200元一個月月費 可以看看教主的政論 其他專欄作教 例如劉夢雄 蘇更哲 他們都有很多的焦點 但我們癲狗馬經 亦都是不斷的 衝實內容 所以大家記得要多多捧場 我們要到下個星期六的馬場USB 再跟大家見面 因為下個星期六 那天是跑日馬的 所以又是最好 又是拿回這些時間找數 看看知師兄你下個星期 可不可以來做一節 跟大家重溫這場背夢 或者先問你 你可以off mic之後再跟我說 但是下個星期 可以告訴大家 下個星期 下個星期一定會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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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沒錯 所以我們就要 這段時間 做很多支星幫忙 還有下個星期 正巧又是星期六跑馬 我們又可以真的 真的可以找一下 又可以找一下數 找一下數 即是跟大家重溫一些的賽事 那講到這裡 真的夠了 我們又要到下個星期六的八點半 再跟大家見面 祝大家好運 拜拜